行动当中竟然粗心拆掉了一座公交站房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江宁路口同山小学附近的这处公交站房 这里已经是一片废墟 整片场地堆满了被拆掉的砖瓦 附近居民表示11月30号下午 很多城管队员到这里来执行拆尾工作 拆除为鉴居民们拍手称快 可拆完大伙发现不对劲 后面的公交站房竟然也被拔了 今天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赶到了现场 眼前的情景让他们哭笑不得 记者发现这处公交场地紧挨着同山小学 因为场地闲置 学校方面希望把场地用于校车的停放 由路口街道出面协调 而街道已经被公交公司找到了一块地 用于置换 可就在双方协商谈判的过程中 这处站房竟然在拆尾过程中被一并拆除了 这让双方都感到很尴尬 现已退居二线的原路口街道人大工委 马主任一直是这件事情的牵头负责人 他表示因为内部没沟通衔接好 导致了现在难堪的局面 目前路口街道已经对城管相关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 并就补偿和场地置换事宜 与公交公司进行协商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根据我们的了解 同山小学门口曾经发生过多次的车祸 校车停在不宽的马路上 学生上下车确实有不小的隐患 现在我们的预备